其实转运也没有什么东西 转运就是你要努力 你要去工作 就是转运 如果你靠风水来转运的话 其实风水只是可以补助 并不能够完全替你转运 三分靠风水 七分看我的努力 才可以转运 比如说我们找到一个风水好的地方 你就以为一房分送呢 也不是的 如果你不努力 你不去工作 怎样转运 风水好的地方 这个磁场好 就是风水好 比如想有些人的住家 磁场好 等于它的风水里面 它就有一定的定位在里面 它会给它的磁场好 睡眠好 有时候在我们晚上所睡觉的时候 我们会感觉到 我们一觉睡到天亮 没有做梦 没有做梦的时候呢 我们人比较清醒嘛 如果晚上的梦一多的话 早上的感觉都不一样了 早上的感觉呢 就会感觉到 我们好像有点精神慌慌那种 不集中 磁场会影响到我们头脑的操作 然后我们的思想 如果你要你的运气好 你要第一 要找到好的磁场 好的睡眠地方 你的好的工作地方 风水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 我们住的地方是否平安 家里的气流空气是否流通 对于健康 然后对周围家里 对面屋子 我们隔壁 露林里面 我们是不是和谐 有些人呢 随便乱乱掉一个八卦在上面啊 顶住着对面的屋子啦 做到很多 有利自己的 然后没有顾虑到 对面的房子 旁边的屋子 他们的感受 木林关系不好 也在风水里面不适合的 风水里面第一是安全 气流好不好 木林关系好不好 然后磁场在我们里面的那个 名堂是否是很宽阔 如果太窄也不好 我曾经去过一个地方 对方的家很喜欢放了八卦啦 那个什么坚啊 那个突净啊 照着我的朋友的家 我朋友就问我 用什么办法可以给他放下来 放下来呢 最好是和解 我教你再放什么上去 等一下两家也会吵架 他想 他也不相信这些放八卦了之后 会影响到他 但是总觉得 朋友来都会讲 对面一个八卦 你表现一些 他就想要表现怎样去对付他 我讲吧 如果你要跟他和解 你今晚就放一粒红色的灯泡 射向他的屋子 明天他就会来找你了 然后明天我就去找他 因为我知道对方一定来找他的 我讲 对方来找你了没有 对方讲呢 等一下一点要谈判呢 谈判这两个字 为什么用谈判呢 因为昨晚放上去那个圆的灯泡之后 对方的屋子呢 老人家在客厅跌倒了两次 为什么会跌倒了两次这么多呢 一个红灯泡对他这么大的影响吗 然后他就觉得 要来谈判 其实他要来问我 对方要来问我 为什么要放红灯泡呢 我讲不是我们要放 我放这个是告诉你们 你们的东西全部可以拆下来 这个没有影响到你的 你的老人家跌倒呢 他心里已经习惯了放这些 他总觉得我们放这个是冲着他而来嘛 他就不小心嘛 人就你就想太多了嘛 想太多你的行为行动上 你就给你一种软慢了 不会很明解了嘛 你的思想弄到你跌倒 并不是那个灯弄到你跌倒 你要分清楚 然后灯拿下来呢 我们拿下来 你那个也拿下来 其实 这不叫谈判 这就叫和解 所以 这些其实 大挂 灯和其他 都是心理因素 心理会影响到他 觉得你放一样东西下去 威胁到我了 这是在牧林 牧林里面 大家都不和谐 最好是不要挂东西在门口 你挂了也没有用 他也不会帮到你的 只是一个西马尼的 以为我挂了这样 但是对方对面的房子 他会不高兴 最好就是大家都不用放 你看我做到风水里面 我跟人家设计也好 做风水也好 我全部不喜欢人家 放八卦啦 放这些 有也是在自家里面 布一个小花园啊 布一个小的渔塘啊 在自己渔的空地里面 点缀一下 给身心愉快 就会心想支撑